大家好,我是凤霞,面粉不要总是蒸馒头包包子了 今天分享一个懒人做法,比包子馒头都简单 准备300克面粉,加2克盐增加筋性 把面分成两半,一半用刚烧开的热水烫面 一半用凉水和面 搅拌成这种大面絮,下手和成面团 和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转移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把面剂揉圆 再按扁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盘中均匀的刷上一层食用油 放入揉好的小面团 上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这样醒发的更好更快 然后给它盖上保鲜膜,醒发半个小时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切碎 放入大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干粉条,把它掰开 用笼布包起来,再把它压碎 也放入大碗中 碗中打入三个鸡蛋搅散 起锅烧油,油热倒入鸡蛋液,快速的搅拌 炒成鸡蛋碎,盛出备用 现在面团已经醒发好了 把多余的油倒在案板上抹匀 把面团捏扁 捏圆 两个围一煮螺在一起 再用擀面杖擀大擀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趁预热好以后,放入擀好的饼皮 冒起这种小泡翻面 冒起这种大泡就可以出锅了 再捞下一张 因为这个饼皮非常的薄 烙至一两分钟就可以出锅 全部烙完以后,再一张一张的把它揭开 看这个小饼非常的柔软 也非常的筋道 卷肉卷菜都好吃 下面来调一下菜馅 倒入炒好的鸡蛋碎 因为炒鸡蛋的时候放了不少油了 这里就不用放食用油了 搅拌均匀锁住水分 里面放了干粉条,也能够吸水 下面调味,加入盐,花椒粉,蚝油 搅拌均匀 取一张饼皮,放上两勺馅料 摊均匀 把它包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趁预热刷油 放入做好的卷饼 上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烙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给它翻个面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这样做外皮酥脆 里面的菜馅非常的鲜嫩 鲜香味美非常的好吃 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